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实际上我们做一般的了解 因为病变的丈夫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病变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谁种总是交损搬有船客 不能凭我的病变都在废 这个呢是仅仅从他搬有客船这个方面来讲的 实际上是讲到谁种后期才去到废 比如说我们风水相波他没有客船 或者说也没有客船不能够凭我 他表现为重有外干的症状 那么他也病院也在废 所以我们不能单独孤立的来看 有客船的就在废 谁种热酒 那那国不香 狮子法里生动胎里 那么在废 这个倒可以的 因为废主运化 废主运化水窟运化水湿 那么如果说水种反方方舟 腰气酸染 投命眼花的病都在肾 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凡是水种这个病 关键的脏器都是在肾脏 我们获得有下肢浮重明显 心肌症重 凶梦烦躁的 甚至不能凭我 病变都在心 这个可能说 治理教材上特质的 可能是跟心脏性的水种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病变在肺心脾胜 我们这个内容 一般了解就行了 我对他的资料的原则 我们看一下教材 这个教材上面 我个人认为是 有所欠妥当的地方 比如说他提到了 资料大法 叫做法汉利小便 公下卓水会 治疗水种的三大原 基本原则 没办法 我们要应付考试 先把这个三大原则记住 实际上 从我们临床治疗角度来说 公下卓水 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的原则 所谓治疗的原则 那就是水种这个病 都可以用的 因水能不能用公下卓水 不能用 所以 我们觉得 这个 三个基本原则的其错 在临床上 是有一点点偏差的 所谓的 这个法汉利小便 就是内经里面讲到的 开鬼门去进府 这个是我们的治疗原则 这在我们阴水阳水里面都可以用 而公下卓水要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说 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实际上 治疗原则 从磷酸的角度来说 分阴水阳水来认知 阴水阳水的治疗 在原则和具体的方法上面是都有不同的 比如说 所谓的阳水 那么我们的治疗原则是驱血为主 驱血怎么来驱血呢 发汉利小便 适当的早情使用公足足水的方法 发汉利小便 当然这里面发汉 那么含有书风善含或者书风清热的封闭 利小便有戴胜利时 还有轻润利时 根据它这种水水之邪 偏于寒还是偏于热的听话 如果说总是比较厉害 正气不虚的 适当的考虑使用公下足水的方法 那么阴水呢 我们说要浮正驱血 因为阴水它主要是虚 虚在脾胜 脾气虚 盛气虚 或者脾胜两虚 同时又有水水的出流 所以我们资料的原则 应该是浮正驱血 具体的方法是健脾温盛 而用利水 在这时呢 我们说一般发汉的方法 就用的比较少一点 当然有时也可以用 不管是阴水还是阳水 时间长的时候 或者间有淤血的情况之下 要配合回去化用 那么这样一个治疗的原则呢 实际上在临床上 是一个比较实用的 符合临床设计的 交代上说 发汉利小便 供下足水是三个原则 具体应用要适应养的不同 那么这个后面呢 跟我们讲的有所 差不多相同了 阳水虚血为主 富汉利小便 获得工作 同时配合轻人解脱里其化湿 阴水要使浮正为主 健脾温省同时配合利水 阳阴回去化雨等等 虚实尖叫的要适当的坚固 所以我们这个表格上 有一个箭头 虚实尖叫的 实际上就是提示的 这个线要虚实尖叫的时候 要兼顾 这就是我们的治疗的原则 下面我们说一下政治分类 第一个大类型 羊水 可能这个表格看得不太清楚啊 但是我们看教材差不多都可以了 羊水第一个阵型 风水相不正 这在羊水里面是一个重点阵型 请大家把这阵型记好 主要表现在这个阵型有它的特点 临床也多见 考试经常也考到这个阵型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主阵 那么水肿我们说它是一个症状 或者说是一个起症来命名的病名 它的一个主阵实际上是主阵的特点 主阵的特点符合风水这两个概念 风者上行而疏变 风者上一风者上些设置 所以它的特点是全身符 上眼见符肿 记着迅速影响到全身 来势凶猛 虽然说这是一个重点阵型 但是这个阵型很好记 第一个我们记住它的主阵特点 风水的特点 头面部先中 迅速蔓延到全身 就是它的特点 第二个 坚有的症状 坚有风环表症 或者风的表症 你可以把这个症状全部背出来 教材上的一样背 你也可以记住 从我们的病肌的概念来记症状 有风寒表症或者风热表症 一般相对来说 风热表症的会多见一点 食泰脉象也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介于风热表症的 是红麦符 麦符硕 但是麦可能有符滑硕 滑是什么意思呢 水是偏重 如果说是风寒为主的 那可能是麦符滑或者有井脉 那么有寒相 所谓资料的方法 苏风清热 宣飞沥沥水 代表的方计 叫做玉笔加速汤 这个方子我们有没有学过 金桂药理汤 金桂药理里面的 金桂药理里面有一个玉笔汤系列 有玉笔汤 玉笔加速汤 还有什么 玉笔加半下汤 玉笔加半下汤 我们那课里面学到过的 资料什么病 资料孝症 玉笔加半下汤 玉笔加 玉笔汤系列 它主要的配物是两个药 第一个药是麻黄 第二个药是什么 是膏 实际上它是温清病用的一类方子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说 用玉笔汤 它主要是宣肺 疏风宣坠 那么有一点清肺的作用 然后再加上白素来去世 它的方子的主方的利益是这么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是治疗风水相不偏于风热的 这样一个代表方 一笔加速汤 那么在常用药里面呢 我们说第一个就是麻黄 这时候的麻黄 我们倾向于用深麻黄 因为它取它的发汗 宣肺 同时有力量的作用 倾向于用深麻黄 当然根据病人的体质 如果病人体质 不是非常非常强的 有一些增气 有一些虚弱的倾向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治麻黄 或者麻黄的用量要控制点 石膏这个药我们熟悉的性能防风直系浮林白素浮瓶 浮瓶这个药我们可能用的很少 不太用 浮瓶这个药实际上就是说是一种水生植物 它有些宣费 有一些沥水的作用 那么我们也可以适当的使用 在临床加减上面 我们要关注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教材 风寒偏盛 趣事高 加书艺 贵子 防风 那么这个我们 这是一个一般的水症佳节 风寒偏盛的 可以加莲桥 极梗 板南根 鲜如根 以清热 沥烟 那么顺到了这样一个佳节里面 我给大家讲一个药物 就是极梗这个药 极梗应该是没给大家说过吧 它的一些使用的要点或者等等之类的 因为有的时候还要问一下 要重复的话是脑袋不太好的表现 那么极梗这个药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俊猛的药 相对来说算比较俊猛的药 我们要掌描它的特点 极梗它有什么呢 能够宣肺 止克 化痰 还能够排浓 还能够什么 还能够沥烟 这个药非常非常好 它的特点是温性的 温性而且比较强 那么治疗的呢 外感 外感 表症 风寒 风热都可以用 那么如果是风热症 可能再配合其他药物的基础上来使用 风寒症更加好一点 外感的时候有肺脂不炫 有咳嗽 有喘的 那么用极梗更加好一点 咳嗽不利的 可以和甘草一起配合 我们曾经介绍过一张 叫极梗汤 或者叫极梗甘草汤 是伤寒肉里面治疗 少阴病咽嗽不利而使用的 那么还有呢 我们前面学过一个病 叫做肺庸 它能够排弹 极梗这个药 止克化痰作用蛮好的 它的止克的 特别止克化痰的 这个药里的药性的特点 有点像西药里面的绿化胺 它是一种刺激性的排痰 这样的作用 它极梗排痰去痰的 它的主要成分 主要是极梗肝 原来叫极梗皂袋 原来称之为极梗皂袋 现在呢 这个袋子都不用了 都把它称为肝了 极梗皂肝 它的主要的一个有效的成分 那么极梗这个药呢 我们说一般来说 用量三到五克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温噪质性比较强 那么在排痰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十克或者更高一点 极梗含一个作用 它含一个宽胸乙气的作用 但是它不是一个药来起到作用的 有一个药叫做极梗 有一个药叫做止克 止克极梗这两个药的配物 能够升降气肌 胸中气肌煮刺 胸梦不畅的 用这两个药 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极梗这个药 我们注意它的 除了注意它的用量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 极梗它是性是上升的 又是比较温噪 上部有火热的慎用 或者不用 比如说这个人有点头痛 有点眩晕 有点高血压 同时有点咽喉疼痛 这个是慎用 因为它的温噪质性比较强 同时又上浮的 上部有火 或者有些干风干扬偏抗的病人 谨慎使用 或者禁忌使用极梗 但是极梗这个药 你用的好 凌床效果其实相当不错的 包括在一些肺气疾病 包括在一些磕噪 咽痛的情况 都可以使用 我们再看下面的加减 如果磕产比较厉害的 磕加性能潜伏 如果见到汗臭 雾风未央已须 用防止防止糖来治疗 这个画一个重点符号 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些 定期的变化 这种方式是金桂药里面的 有防止黄旗汤 还有很多类似的方剂 在金桂里面我们都会学到 是金桂里面的皮水 这样的一些类型里面的治疗方剂 那么在这时候 它的病气发生了变化 它的症气有点虚弱 胃表的阳气有点虚弱了 它的特点是汗臭雾风 所以用防止黄旗汤来治疗 这是风水相不正 第一个阵型 那么这个阵型 它的病变部位 主要是 瘴气主要是在肺 第二个 湿入净阴症 那么 刚才我们讲的风水相不正 这样一个阵型 最最多见的是 激性肾炎和慢性肾炎激性发作 儿童多见 小孩子的比较多见 儿童的这种激性肾炎 比较多的是 表现为风水相不正 所以我们说 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给它查一下 小便常规 小便常规可能会比较多的 红细胞 然后比较多的蛋白 因为激性肾炎的时候 它小便里面既有红细胞 又有蛋白 第二个 湿入净阴症 这个症 它的病肌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从它的病肌来 掌握它的一个临床的特点 病肌是苍毒内归 皮肤上有苍疾养苍 疾肿 然后内归肺脾 而导致肺脾功能是挑出现水肿 所以它的水肿的特点呢 跟风水相不正 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严检腐肿便及全身 小便不理 小便不理 我们可以说通通来记 所有的阴水阳水的所有阵性里面 都有小便不理 或者说 那有的是虽然没有提 但是它是一种简律的表述 我们都要记住 如果说小便很通畅的 比较少的人有水肿 那么 尸毒轻隐症 或者叫做仓毒内归 这样一种锐形 它的特点 水肿的特点 跟风水有点相似 但是呢 它可能 没有风水相不发展的那么快 因为它的病剂的特点 有湿毒 也有一定的风 但是湿毒为主 建议的症状 第一点 主要的是皮肤有养疮 生发养疮 甚至溃烂 第二点 伴有风热表症 或伴有风热表症 因为湿毒内归 总的来说 它是偏于热的 这一款 所以如果有表症 它会建议风热的表症 实态卖想也体现了这一点 资料的方法 宣废解毒 历史消肿 代表方籍 麻花莲小吃小豆汤 喝五味消毒饮 这是一个表里通知的一种制法 麻花莲小吃小豆汤 我们在黄胆病 阳黄兼有表症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因为我们终于有一个资料的原则 有表里症 要先自其表 再自其理 既有表症又有理症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的处施 那么仓座内归呢 实际上它还偏于什么呢 偏于在病在表 所以第一个 用麻花莲小吃小豆 来什么呢 麻花莲小吃小豆 来疏风宣沸 来有一点点 或许解毒这样的作用 其次配合五味消毒饮 那么五味消毒饮 普攻阴 菊花等等 紫花鸡丁 它是清日解毒的 五味消毒饮 原来最早的时候 是一个外科的专用方子 治疗外科的丁疮肿 那么现在这些药物呢 在内科疾病里面 用的也比较多 其他的清日解毒 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方子 前方是宣沸利尿 是风水再表 后一个方子呢 是清日解毒 是藏着内归 两方加起来使用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常用的药物 这些药物我们都比较熟悉 就不多讲了 麻花杏仁三百匹吃小豆 或者银花 也就花蒲公英 紫花鸡丁 紫背天葵 这些都是清日解毒的药物 那么像 紫花鸡丁 紫背天葵等等 这些清日解毒药 现在目前 在某些恶性肿瘤上面 用的还是蛮多的 因为恶性肿瘤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 它有一个病的因素 叫做癌毒 是治疗 在论出肿瘤的 恶性肿瘤的时候 专门提出来的 所谓有毒 那么在清日解毒这一块里面 发现不少药物 对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所以这一类药物也是引起重视的 在磷酸加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 浓毒比较年重的 可以重用蒲公英 紫花蒂丁 湿胜糜烂的 加苦生土夫磷 那么土夫磷这个药 是清日解毒 滤湿的 有一点活血作用 苦生这个药 最近的药理作用 在从西医的药理方面 研究的比较多 临床应用也比较多 这是一个比较活药的中药 最近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 皮肤臃肿可以使用 它是清日解毒 有趋色 有滤湿的 然后我们现在 可能在前面的星际里面 也提到过的 抗心理市场的作用 苦生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最近在我们 病毒性疾病的防治当里面 特别在肝炎的防治里面 对乙肝 饼肝的病毒 有一定的抵抗作用 特别是 对 现在有一些研究表明 对肝显微化 还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苦生现在做成很多自己 特别在慢性肝病里面 做成苦生素胶囊 苦生素的自作业 苦生碱 都在磷霜使用 磷霜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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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